祖皇疼兒子還是疼女兒? 疼女兒 他是真的疼女兒 女兒是疼很多 分別是很大的 我爸爸從來沒有打過 但我弟弟是 疼女兒 永遠是很兇地罵兒子 女兒是不兇的,女兒是疼中 所以別人仲男輕女,他仲女輕男 何鴻燊不僅在商業方面十分成功 風流提傲的他在感情經歷上也更是頗為豐富 一生共娶了四個太太,並育有17位子女 作為豪門家族的何氏家族 在家庭子女眾多的情況下 背後存在的風波一定是不小的 隨著一代傳奇何鴻燊的離世 大家的目光就紛紛轉向了賭王何鴻燊的四方太太 和他的兒女身上 毕竟豪門的事件是大家特別喜歡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賭王的四房太太裡面 大房壓根就沒什麼存在感 畢竟大房的孩子比另外幾位太太還要年長 而另外三房中呢,二房和三房較為低調 作為賭王生前最寵愛的四太太 那四房梁安琪可謂是在媒體面前出境率最高了 和八面玲瓏的梁安琪相比 三太太陳婉珍顯得低調很多 陳婉珍不愛視覺和應酬 幾乎把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賭王和三個子女 陳婉珍之所以成為賭王的三太太 不是因為她自己的要求 而是賭王和大太太看中了她 在大太太生病期間 陳婉珍當她的四人看護 陳婉珍長得漂亮又乖巧 大太太希望她可以代替自己來照顧賭王 就這樣給陳婉珍和賭王製造了機會 賭王呢也喜歡陳婉珍就這樣娶了她 可惜的是啊1985年陳婉珍嫁入合家 一年後賭王就在舞会上認識了四太太梁安琪 兩人一曲定情 1989年梁安琪正式成為四太太 距離陳婉珍嫁入合家僅僅过去了四年時間 何超莲透露母親年輕時就很安靜 父親呢是母親的初戀也是唯一的愛人 再給賭王以後陳婉珍並不開心 一度患了嚴重的抑鬱症 大家族的複雜關係 也給何超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所以我爸爸是我媽的初戀 是不是很牛 只顧著上班 然後當護士 因為她長得漂亮 她很多人追她 但是你媽就是那種死心眼 就在那邊工作 後來是大太太 就是覺得她真的很可靠 又乖然後又漂亮 也覺得我爸很喜歡她 然後大太太給她們製造機會 何超莲是賭王的十多個子女中 頗為受寵的 還被認為是顏值最高的賭王千金 近期何超莲接受媒體採訪 透露自己的家庭生活 談到了婦女間的相處方式 何超莲直言和普通人家 一樣很正常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祈父 就是他們一個唱白臉 一個是黑臉 我媽就是永遠的黑臉 但是我爸這個白臉 是拿不住我媽的 所以等於說黑臉是永遠贏的 當被問到有這麼多兄弟姐妹 多久能見一次父親時 何超莲的回答讓人意外 他說成長期間每天都能見到父親啊 因為父親喜歡孝順和漂亮的孩子 要說賭王 確實很寵愛何超莲的 七十多歲還帶著他和弟弟一起去游泳 古希之年會陪他去遊樂園 成旋轉木馬 所以呢在他的同年紀當中 是不缺少父愛的 何超莲表示身為賭王的子女有好處 也有不好的地方 雖然擁有很多的資源 但卻也因為身份有困難 他透露做得好 也會被質疑是靠家裡 做生意拿到的價格 也永遠比別人高 沒有啊 就是覺得說你也只能接收啊 就有好有壞 我說出來就是想說 其實這個身份 大家以為就真的很棒 也沒有 真的有很多紅利啊 沒有啊 我永遠自己出去談裝修 自己出去談任何東西 我的價格永遠比別人高 然後我媽說 這就是因為你家裡面有錢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原罪 據外界傳聞 賭王的幾位太太 與十幾位子女之間的關係 一直並沒有那麼融洽 當年賭王和鴻燊 就為了避免見面的尷尬 將幾房太太的豪宅 都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而大家都同樣身在一個公司 每次開董事會時 還是難免會碰面 一次三太的女兒何超莲 就在路上遇到了四太良安企 見面時的稱呼 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只見何超莲直接迎了上去 衝著兩安企 甜甜的喊到天神阿姨 這個時候剛巧 見到四太行過 不知道是秋莲 平時要怎麼稱呼她呢 上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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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何超莲非常有教養 不愧是名模忘卒 這樣的教法也是非常有情商的 不得不說 身處貴族之間的賭王的孩子們 還是很優秀的 不僅家庭背景好 而且本身的能力也是非常強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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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